夏天到了 蚊子開始變多 有很多人會被蚊子的聲音吵到睡不著覺 就有害蟲防治公司指出了 想要避免被蚊子叮 比起補蚊燈 電風扇是更加的有效果 國內專家檢視 蚊子遇到風會影響到他們的飛行 所以確實是有效果的 但是人跟電風扇的距離是要近一點 也建議說大家可以穿淺色的衣服 還有隨時把汗擦乾 都可以減少被叮咬的機會 左拍拍又拍拍 腦人的蚊子讓民眾睡到一半 來個人文大作戰 同時開著捕蚊燈想一網打進 不過有國外公司指出 想避免被蚊子影響 這個家電更有效 全球連鎖防治害蟲中心指出 電風扇才是蚊子克星 社交時只要打開它 讓你一夜好眠 不怕蚊子嗡嗡叫 台大昆蟲系名譽教授解釋 由於電風扇的風 對於飛行的蚊子來說 宛如飛機遇到亂流 蚊子不是被捲入電扇裡 就是會飛走 而且風速越強 人和電風扇的距離越近 效果越好 有這種說法 可以搭配使用吧 它那個風一直吹 對它來講很不安 傳染凳格熱的是 白線斑蚊跟埃及斑蚊 那這兩種蚊子 是白天出來活動 所以那個捕蚊燈 對它幾乎沒有什麼效果 另外專家也提到 如果流汗 加上又穿深色衣服的人 更可能被蚊子咬 蚊子會找到我們來源 就是靠二氧化碳 身上因為汗水裡面 有很多化學物 尤其是脂肪內的 如果你淺色的衣服 它靠近了 你很容易看到它 就把它打死 夏天來臨 如果您也容易被蚊子盯上 不妨試著把家中電風扇通通打開 消暑又趨文一舉兩得 這楊宗燕 葉林凡台北報導